近日有国民党中常委计划提案 党籍不分区民代 往后不得连任 任满之后就必须要转战各县市的艰困选区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提案呢 这个提案在国民党党内事实上 也是酝酿已久 而且怨气很多 可以说及国民党所有的党员 上上下下的怨气 这个怨气其来有致 在2016年的时候 当时党主席朱立伦有公布了 台湾地区立法机构这一批不分区民代 提名的名单的时候 事实上可以说举倒华然 因为没有人觉得这次名单是提得很正确 或者很受选民的欢迎 因为所谓的不分区的民代是代表政党 不代表选民 那代表政党的时候 有个政党票投票出来 创下国民党签台以来 最低得票率只有24%的得票率 比任何一个选举的得票率 都还来得低 简直是不可思议 所以表示说提名的名单出了问题 结果果不其然 这一批民代在立法机构 这几年来的表现 虽然没有说方腔左板 但是毫无战力 那么图有所谓的直面上的形象 但是在表现上 能不能为党争取利益 能不能为党的党纲 争取的这个政策 不但是口说无力 连手打都手无伏极之力 所以当然会引起很多国民党的上上下下 可以说非常的愤慨 再加上这一次的选举 2018年的选举 照道理来说 整个局势对国民党是相当有利的 因为民进党蔡英文 倒行逆施 很多选民 已经是准备要弃绿来投篮了 那你到很多的坚困选区 就是说本来那个地方的绿的选票比较多的地方 就要靠这些人去经营 这些人天生就有这个任务 因为什么 他取的这个民贷是党给他的 不是他自己拼来的 跟他没有关系的 本来很多人都是民不见经传 突然间变成知名的民贷 给他舞台 结果他整天归缩在自己的研究室里面 也不去打天下 那这样一来 党员当然会失望 所以在这个政策反映的 可以说是全党的心声 可令人感慨的话 这一次的部分军民贷里面 这两个 我印象中这两个人出去打天下 所以我们给他肯定 一个是花莲的徐真卫 一个是云林的张丽善 而且现在两个女将去打 还打得有模有样 而且花莲看起来是稳超胜券 那云林还在什么 还在拼搏当中 所以给他们鼓励 这个时候这个政策出来的话 是一个相当即使的 不打拼了下一届没有了 那有打拼了下一届考虑了 万一输了回来 总是回到母亲的怀抱嘛 比如说谁输了回来 麻烦你再继续努力下去 这才对 不如到时候 输的人不得再当任了 那不去打仗的人 他继续连任那这还得了 国民党的整个上下士气 就被这人败光了 所以这涉及到国民党举党的士气 希望吴敦利主席 在这里不要忽略掉